放生就子 刘长杰在当地政府部门担任局长 手里颇有实权 因此经常会参加一些聚会 而他又酷爱吃鱼 所以每次席间都少不了各种鱼 刘局长 我刚为你点了一道菜 我敢保证你肯定爱吃 是吗 你点的是鱼吧 这里的人都知道我爱吃鱼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刘局长 我点的是鱼没错 不过这鱼的做法可是非常特别的 为了做这条鱼 我还特意从外地请来了一位厨师呢 哦 是吗 为了做这条鱼 还特意从外地请来了一位厨师 看来制造鱼的制作方法 肯定与众不同啊 是啊 刘局长 这位厨师可是非常有名的 他姓高 人称一条鱼 做鱼可是他的看家本领呢 是啊 等一下你就可以开开眼界的 哦 你是说你们把大厨一条鱼给请来了 这个人我早就听说过了 一直想尝尝他的手艺可是却没有机会 刘局长 今天这不是有机会了吗 上菜了 刘局长 你看 鱼做好了 这条鱼做的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难道一条鱼只是徒有虚名 刘局长 你先别着急 好戏还在后面呢 天啊 这条鱼竟然还活着 是啊 刘局长 这才是这道菜最奇妙的地方 身体已经煮熟了 但鱼还是活的 这样才能保证鱼肉的鲜美 来 刘局长 尝一口吧 对呀 刘局长 快尝一口 就知道是不是很好吃的 嗯 啊 真是美味啊 一条鱼的厨艺真是名不虚传 我吃过各式各样的鱼 但是如此好吃的鱼还是第一次呢 刘局长 那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是的 刘局长 你一定要多吃点的 听说 这位一条鱼打算改行 再也不做这道菜了呢 所以 我们要把握机会 多吃一点的 他再也不做这道菜 为什么呀 这可是他的招牌菜啊 刘局长 你有所不知啊 这位厨师四十多岁了 可是一直没有孩子 听说有位法师跟他说 做这道一条鱼的方式是残忍杀生 而遭到了无子的果报 这世上哪里有什么果报啊 这都是胡说八道嘛 一开始这位厨师也不相信什么果报 不过 最近他好像有些动摇了 准备改行不再杀生呢 所以我说 以后想要吃这道菜 可就不容易了 我至今也没有孩子 难道也是遭到了果报吗 刘局长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你可是大好人哪 好人一定有好报的 是啊 刘局长 我去把一条鱼高师傅叫来认识一下 好吧 刘局长曾经连续腰折了三个孩子 因此四十多岁的他至今仍没有后代 老公 明天你和我去一个地方好不好 哦 你让我跟你去哪里啊 老公 我认识了一位学佛的师姐 我想她或许会帮助我们的 学佛的师姐 我一个政府官员 怎么能去信佛啊 要去 你去好了 我是不去的 啊 老公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师姐 你没时间去找她 那我就特地把她请到我们家里来了 啊 您好 刘先生 你身上的沙液好重啊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鱼啊 哎呀 师姐 你是这么知道的 她的确非常喜欢吃鱼 恨不能每顿饭都有鱼吃呢 我能感觉到很多条鱼的亡魂围绕在你老公的身边 他们的怨气非常大 整天被这么重的怨气包围着 果报自然会降临的 我喜欢吃鱼这件事 可是众人皆知 他知道也没什么稀奇的 你说的什么果报 什么亡魂怨气都是骗人的 我劝你还是不要用这种方式骗钱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师姐 真是对不起 我老公他个性特别好强 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哎 如果他不听劝说继续累积杀业的话 那你们可是很难有孩子的 师姐 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啊 放声 只有放声行善 广积善果才能弥补他犯下的罪业 嗯 师姐 我会听你的话 去放声行善的 哎呀 老婆 你买这么多泥丘做什么 你是知道的 我喜欢吃鱼 但泥丘可不喜欢吃 谁说这些泥丘是用来吃的 老公 明天你和我一起去河边 将这些泥丘放声了吧 啊 虽然刘局长很不情愿 但他还是和妻子去河边进行放声 在河边 他竟然遇到了 也在放声的厨师 一条鱼 高师傅 哦 这不是刘局长吗 你是高师傅啊 高师傅 好久没品尝你做的鱼了 你这条鱼是准备做你那道拿手菜吗 不是的 刘局长 我已经改行了 这条鱼是我买来放声的 啊 高师傅 你竟然真的改行了 是的 过去我煮鱼杀生实在是太多了 以至于年过四十仍没有后代 不过多亏遇到了一位学佛的师兄 我听了他的劝告后便改行 不再杀生 并经常买鱼来放声 以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高师傅 那些所谓的果报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你怎么会相信啊 刘局长 你可不能不信因果报应啊 自从我改行行善之后 没多久妻子便怀上了身孕 今年年初 我家添了一个大胖小子 刘局长 这种事情真的由不得你不信啊 老公 你听到没有 放声真的会得到山报呢 这是真的吗 刘局长的想法慢慢有所转变 说不定自己不再吃鱼 坚持放声也会有孩子呢 这样想着 他还真的不吃鱼了 刘局长坚持吃素放声一年 他妻子便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老刘 转眼间你家的小宝贝都一岁了 他的样子可真像你啊 当然了 这可是我儿子嘛 老刘 听说你为了要这个孩子 连鱼都不吃了 现在小宝贝已经一岁了 你也该开戒了吧 不 我已经那么长时间没吃鱼了 我看还是不要开戒了 老刘 这家饭店的招牌菜可是特色鱼哦 你不吃 我们可是要尝一尝啊 随便你们 一会儿鱼来了 你们吃 我是不会吃的 你们看 鱼来了 啊 这不是一条鱼高师傅的拿手菜吗 难道高师傅他又开始做菜了 老刘 这家店是高师傅最得意的徒弟开的 你尝尝这条鱼吧 它的味道和高师傅的手艺一模一样 好吧 从那天起 刘局长又开始吃起了鱼 而且吃得比以前还多 似乎是想把这几年没有吃的鱼全补回来 哎呀 好重的鱼腥味啊 老公 你又吃鱼了吗 是啊 今天两位朋友请客 吃了一顿全鱼宴 真是太丰盛了 你怎么又开始吃鱼了 难道你不怕果报了吗 哎 孩子我们已经有了 现在还怕什么果报啊 我要将儿子放在床上了 哎呀 好烫 儿子发烧了 怎么回事呢 你刚刚出门的时候是好好的 怎么一会儿的时间就突然发烧了呢 快 赶快送到医院里去 你们孩子的病情非常严重 现在只能先给他将温度降下来再说 如果降不下来的话 可能会烧到大脑 都两天了 儿子还在发高手补退 怎么办啊 我看你们的儿子得的应该是因果病 刘局长 你是不是最近又开始吃鱼了呢 难道真的是因果报应 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师姐 我老公他这是要做什么呢 他这次已经彻底知道因果报应的厉害了 我想他是要出去放生赎罪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你儿子的性命 刘局长离开医院后 便购买了大量的生理进行放生 并前程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果然在当天晚上 他儿子的高烧便消退了 从此以后 他们一家人一直吃素放生 行善积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